打阿卡丽有什么秘籍 打阿卡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现在打渔人的方法一模一样 没有变化 这把是怎么样的打阿卡丽就怎么样 你死了交闪吧兄弟 一动不动因为我这波我知道打下去一定是我赢 思路要清晰你要知道你什么情况下你能赢游戏 OK我们的投票也已经确定了 240票人头挑战170票的 难道教学56票的韩服 那这两天我安排下这个人头挑战 早一个时间 早一个时间 早一个时间开播就直接搞因为我前两次 搞到早上11点12点那个连续好几天什么事我是先播到下播时间我才开始搞 懂吗有一些老观众 有一些直播店大哥 也一直在担心主播的身体 老观众担心身体新观众 又觉得 完成不了 抵不了馋 下次我们直接开播就搞 别着担忧这么多 红眼病好吗 快了我这药吃到现在 都问了两次药了各位 等4倍亲密度了搞4倍亲密度嘛那就17号 倒也可以 这部电子超粉丽 颜值有理 这个不刀紧 我们的投票也不是说立刻 这不中了的话打个闪 中了应该能杀 打个闪也够了 只有少华才会为荣誉 水头没闪应该是 出点魔抗准备 将近6级的时候你可以不直接出你魔刀但6级一定要有一个抗魔斗虫 有点防装 因为他有1技能保命技能 放得好可以夺你所有技能 他有保命技能我们要拿装备来保护 不然费 小花送的 送的这个 新书 投了票还等几天 兄弟我们刚才说的投票是以后面的直播 尽可能的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提前就说了各位 你可能没听清 这个其实事先都已经说说说过了 下路两个人头 来 在 哎呀 有一个比我还老六的人 在这蹲多久 打不上呢兄弟你竟然捏着干嘛呢 给他逛 他这波撞辅助 我杀掉一滴辅助也能上 好像等死了 正好撞上了 再等一下钱 再来一把场景 正好七级180的攻击力 应该足够 打鱼人阿卡丽都像我这样出装就行 鞋子可以不用先出 憋到你有幽梦鞋 一输就有了 打下的装备 足够防装 防装的同时 可能会伤害不够 存出伤害 既有伤害又有防装 鱼人打不过的 他的装备好像有点抽象 这应该不是他的出装路线 他应该是拿来打 打作用的 以后他合成路线 好像有 卢登的是吧 忘了 他这个应该是卢登的出装路线 那对了 突然合理 不要妨碍我 对呀我就带香味 谁叫你说打云人带香味的呀 我吃不得带电血吗兄弟 你带香味还带无效化法球 卢操 你是能踩的坑全踩了 香味加速的同时需要灵光披风也一起配合加速 你是不该带的全带了 该带的都没带 你带香味加速 速战速决吧 游走于刀尖之上 打鱼人就跟我这一套不关系就行了 召飞化凭 电行然后加个无效化法球 香味打鱼人我没教过啊 估计学错了 鱼人现在来了我们尽可能找点伤 AQA一个W 鱼人来了赶紧跑 AQA 马上跑 其实接到鱼也没事 我两个盾呢 看主播蓝刀啥时候能上皇帝呢 我就想上个皇帝 兄弟你不用看多久一个月之内 A闪我擦 别吓我呀 还好我反应快兄弟们 这不是一个AQ吃掉炮车同时闪现躲他Q吗 我从不妥协 妈呀 别盯上了 我刚从上路跑回来刚吃第一个冰兄弟我刚Q过去 人就来了 我的路上可能有眼 路上回来被他看到了 过他正好想要过来中路脏兵 哪有刚出来正好他也来 现在我弹头 王森拿了新风可能要过来抓我 抓死我弹头同时可以推一场 看到没有 跟我想的一样 这接空是不是接慢了呀兄弟 接慢了还是他这两个东西只要用闪就能赌 我记得赌中一个第2个不用 交闪也 把第2个应该也来不及 交闪赌 游走于刀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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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拿一来吃兵了对不对 他现在他ECD 对了 你是不是被我自信到了兄弟 他以为我自信回头他伤害够了 一般伤害够的同时他就会拼死反抗 死之前把伤害拉满 我好像伤害不够还差一下皮 但是他放弃了 有的时候我们这种自信的话 没杀掉他也无所谓 杀掉了 也可以迷惑对手 这不我感觉他被迷惑了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 他不他不回头吃这个AD就吃血跑了是啊 但是我这么自信他直接 他以为我伤害够了兄弟 快跑兄弟信号点烂了 哎怎么在上路 下路这么大的人头你不要 拿个0-5的 就去欺负老实人是吧 0-5的你抛发啥 再不会TP了吧 没有 打到加速算了 w交闪了交闪了 这绝对交闪了兄弟 他这个我进草之后和进草之外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闪现的距离 他不交闪没有在不可能在那里的 无处可藏 人吃两成应该是 舒服 马上14分钟了 速成掉之前吃个350 见机复活 要不干脆把这一塔拆了 他这从家里过来的路上我应该来得起 休成是吧 没事发现打野的位置了 这个发育兄弟我都不该想 再发展下去到底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回去啊兄弟怎么还在这 他又掉了 你TP回去吗 只有傻瓜才会 王生可能要来 这装备杀局他不可能杀得死我了 这要翻出去 这么翻 不要小看CD型 他这CD型 他这个40的技能急促 刚放来请小兵 又好了 这个装备的小越人的一技能满级是多少秒 我感觉不超过5秒吧 5秒左右估计是 在我的印象里我这下来之前他刚放 上去了刚又有了 我从不妥协 主播边打边说思路呗兄弟还不够吗兄弟 我们的边打话没听过就在讲究每一波的游戏思路 你别把主播当成当手相声呀哥 哈哈哈 很多兄弟说 主播你这句话刚才是不是讲过了 但是因为我到了什么画面我就讲什么 对不对 操 到了换线时间我就讲得换线时间 到了出影魔刀的时候我就出影魔刀 这难道不是什么兄弟 你把我当成当口相声呀 这阶段就是游戏之路兄弟 这阶段就是游戏之路兄弟 一个W 装什么 还要拉扯我 完了 浮笔来色兄弟 我刚才那炮车不漏不就够了吗 宫里远湖 5块钱吃一下 还有没有 没了 对吧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主不能边打边讲解 打这种分段已经不容易了 这是大师分段啊 谭笑风针间乱杀你以为低分段兄弟们实际上是大师 但呢也不是八把大师 这得看你们 中奖的兄弟是什么号 只不过呢只不定人均大师王者 10个中奖9个大师这我没办法 蓝刀真英雄排位英雄 所以你只要玩蓝刀的基本上这个英雄呢 段位都比较高 才会对他 同款福利打号兄弟们想参加的可以参与一下 想让主播帮你打号的一毛钱参与抽奖 中奖就可以打号了 9A一个W 9A WTF兄弟我都不知道你 我都不知道说这九筒是细还是说 他是那个一场骗他W呢还是说一场距离没把控好的兄弟们 我都不知道这九筒到底是 他好细但又好粗 小电视开启了兄弟们想要通款打号福利 北上有家小电视足标一毛钱抽奖 中奖打号 打得好对局还可以出现在我们的抖音急紧上 上电视 抖音 一战 败手什么的 打得好的我都会上传到那里因为那些东西就直播打的 都是谁有号 谢谢叶阳送的66个小月亮 谢谢大虎送的小月亮 欢迎妖哥晚上好晚上好 感谢格温送的188个小月亮 打中师一下想打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 下着黑铁上着大师 主播队用这套优势文童修身劣势逆风翻盘 我们现在打的也是我们规定内的最高分段 谭笑风之间这么乱杀 说实话 只要队友正常基本都赢了 谢秋水送的66个小月亮 最高分段大师这么乱杀 最高分段大师这么乱杀 QR W 第二段 假如比这个更低的我只能说胜率基本上 太高了 AD 辅助没闪 状态这么好吗 剑金 打扯一下 等个大招 这不别让他回就行 只有少多 你会回来 没必要吧 石头人 我们要回来剩他呢 我来抓就稳杀了其实 要去找一下盲僧 我不知道他在哪 打你们的 打你们的 打也没成 对面不知道我们要知道 别让他抢 如果让他冰成的机会应该是他赢 但我给他 连这个机会都抹住掉 没成也能拿 准备 他宝贝 助攻勒 啊 你们一面合一兄弟,你俩是兄弟啊 打好了,翻过去他可能要反杀我,大招展现阶段一个AQ词 细节决定成败,敢打敢拼 就是我们南岛的标杆 WTF 他都想不到我大招好了兄弟们,这就是新版本的宫里文湖,学会了吗 我人傻 我说他惊讶最大的应该是卡莎 这波他绝对是一句,为什么他R又好了呀 没毛病吧各位 OK啊,急紧预备一下 我刚打自私弹发这个 急紧时间 我应该预备一手素材 Supply 你能跑 回下 太远了,这个算了 不用怕,石头论战 不用怕 石头论战 3 2 压起身 电视剧上真没骗人兄弟们,321真能开款 我这一招我学了,学能用了好多次 真好用 我操 我操 空了 拿下这一把 我们的南刀 真潇洒 厚厚厚厚 太潇洒了 规定内就是大师最高,兄弟们,宗师以下 我操